万尼亚为战友胜利完成任务而高兴 他们坐在厨房的油灯下畅谈着 万尼亚在炉子上烧了一大壶水 准备让朋友好好洗个澡 万尼亚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 竟用她那有点沙哑的声音低声朗诵起了大诗人普希金的作品 炉子上的水烧开了 万尼亚的诗也朗诵完了 她让秋列宁脱掉诗衣服 痛痛快快洗个澡 第二天 福明被处死的消息传遍了全城 人们惊喜地议论着 青年禁卫军队员的母亲们 暗暗地猜想这是自己的儿子们干的 他们为儿子的勇敢自豪 也为儿子的安全担心 以卖牛奶为掩护的地下工作联络员波里纳沈沈 经常到奥列格家来向她传达上级的指示 奥列格的妈妈总是主动为他们放哨 他们已经成了好朋友 即将被吸收参加青年禁卫军的科里亚 正与奥列格以下其为掩护 向奥列格汇报她在农庄了解的敌情 奥列格向科里亚下达了总部队他们的指示 要他们在各村成立组织 还要他们多搜集些武器 趁敌人疏忽大意时 也可到敌人那儿去偷 最后科里亚在奥列格带领下宣誓 我科里亚在加入青年禁卫军组织时 被战友对多灾多难的祖国 被全体人民庄严宣誓 宣誓后奥列格热情地握着她的手说 我祝贺你 从今以后你的生命就不属于你 而是属于党属于全体人民了 奥列格每天都忙到很晚才回来 她怕惊动妈妈 总是点着脚尖走路 其实 时刻为她的安全担心的妈妈 哪里睡得着啊 当她发现妈妈这么晚还在等着她时 感动地扑到妈妈床前跪下 妈妈抚摸着她的脸颊说 我一切都明白 我的小鹰 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在哪里 别怕 坚强起来 直到最后一口气 几天后 青年禁卫军总部得到消息 前线情况很好 他们很快也要拿起武器参加战斗了 青年们都很受鼓舞 奥列格和乌利亚商量 做好准备工作 乌利亚马上召集了青年禁卫军女队员们动手做绷带包 这些绷带还是刘巴从德国鬼子那里偷来的 姑娘们一边坐 一边说笑着 每个人都是那样兴奋 他们正坐得起劲 突然总部联络援尼娜来找乌利亚 乌利亚知道一定有新任务 秀叫姑娘们把绷带带回家去坐 原来是总部委派乌利亚和托里亚 维加他们小组 去救出在附近林场上做工的一批被俘的红军战士 他们来到托里亚家 走进黎霸石就看到托里亚和维加正在看地图 托里亚知道乌利亚是来参加研究那件事的 所以继续看她的地图 乌利亚也什么都没说 便先坐下来和他们一起研究地形 他们立即研究如何下手 据了解 被俘红军是关在一所木板房里 四周围着铁丝网 有一个哨兵看守 离木板房不远的村子里 住着敌人的警卫队 具体执行这一任务的是托里亚 维加 葛拉万 莫洛加和悉尼亚五个男青年 第二天皇甘 他们陆续来到林子里集合 大家到齐之后 托里亚检查大家带来的武器 每人都带着手枪 维加带来父亲留下的一把 古老的芬兰刀 葛拉万带着钳子 铁鞘和螺丝刀 是准备对付德国哨兵的 铁丝网和门栓用的 他们要等到半夜哨兵换班时才行动 这优美的初秋夜晚 勾起了青年们对战前幸福生活的回忆 托里亚想起了他和同学们 一次在河里游泳的情形 他兴奋地和沃洛加聊了起来 接着 他们又想起和他们最要好的同学莫斯科夫来 自从战争一开始 莫斯科夫参加红军以后 就和他们中断了联系 现在他是否还活着 如果他能和大家一起战斗该多好啊 时间很快过去了 托里亚一声命令 大家就开始了行动 由熟悉地形的维加带路 他们走林间的小路 绕过空旷的彩林区 来到木屋附近 他们在这里握倒隐藏好 凝神静听着周围的动静 维加做了一个手势 他们就开始爬行 他们已经爬到林子的边缘 对面就是高高的木屋 木屋前边有个黑黑的身影 那就是哨兵 他们目不转睛地望着哨兵 半个钟头过去了 这才看到换班的鬼子兵 从大路上走来 换班的鬼子走了 托里亚便叫习尼亚 到村子里的警卫 对住所附近监视着 新上岗的哨兵 沿着障碍物走来走去 是维加开始行动的时候了 托里亚摸着维加激动的 发烫的手 突然要求和他一起去 维加不同意 维加毫不犹豫地摆脱了 托里亚的手 迅速地向前爬去 留下来的人屏住 呼吸注视着他和哨兵 起初维加的心扑通扑通直跳 但他并不惧怕 他一次次想到父亲 为了可以引起复仇心 现在他什么也顾不得想了 一心一意边爬行边观察着敌人的行动 维加异常灵活 迅速地梳行着 他尽量不使自己的行动发出声音 他爬到铁丝往前停了下来 只差两公分了 他拔出芬兰刀 突然跃起 哨兵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刀子已戳进他的脖子 哨兵倒下去了 维加盗退到一边 把血淋淋的芬兰刀一扔 突然他开始呕吐起来 他赶紧用手臂掩住嘴 以免被人听见他在呕吐 这时 埋伏着的三个同志已经赶来 波里亚拾起刀子递给维加 格拉万老链的剪断铁丝网 开出一条道路 然后 他跟托里亚一起奔到木屋门前 扭断门锁 他们一开铁栓 打开了门 被俘红军战士们半睡半醒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托里亚激动的只叫了一声同志们 再也说不下去了 红军同志们一时愣住了 接着低声欢呼 一起奔了出来 格拉万引着他们 把他们送出铁丝网的窝口 忽然 有一个战士双手抓住托里亚的肩膀 欣喜地叫着他的名字 托里亚吃了一惊 凑到那人脸上一看 原来他正是刚才他们怀念着的莫斯科夫 以会 维加他们全来了 他们看见莫斯科夫 都兴奋地忘了疲劳 莫斯科夫跟他们走了好久 一直到了林子里 他才兴奋地倒在甘草上 青年禁卫军的组织逐渐扩大 城郊的各个村庄都有他们的组织 斗争继续开展 经常有青年禁卫军的战斗小组 袭击敌人的车辆 夺取敌人的物资 莫斯科夫 原是红军的一个少尉 现在根据刘继科夫的建议 被委任为青年禁卫军总部委员 并领导一个战斗小组 在公路上活动 转眼到了十月 一天黄昏 刘巴又乘德国军官的小汽车回来了 第二天一早 万尼亚知道刘巴回来了 秀跑来告诉他 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快到了 总部决定 要在纪念日头天晚上 把红旗插遍全城 表示庆祝 刘巴马上动手做红旗 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 想找县城的红布是不可能的 他向妈妈打听染衣服的办法 准备找快就布染成红色做旗帜 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 青年禁卫军的队员们都行动起来了 每人都在想办法找部做旗帜 沃洛家找出几个白枕套 求姑妈给他染成红的 弄得姑妈莫名其妙 若拉上次求父亲帮助做印刷 用具成功了 现在又请求父亲替他把一条白被担染成红的 父亲开始有些为难 怕他母亲不同意 经不住若拉再三请求 就答应了 在其他青年禁卫军队员们忙着染布准备做红旗的同时 邱烈宁和华丽雅已经是第四次到电影院来散发传单了 他们趁影院灯光熄灭之际 把传单扇面形的朝观众抛出去 观众们先是吃了一惊 但很快便争先恐后地把传单一抢而光 邱烈宁和华丽雅走到预先约定的地方 他轻轻碰碰它 再朝荧幕左脚丢了一个眼色 华丽雅看到那有一面德国法西斯大旗挂下来 他明白了邱烈宁的意思 邱烈宁低声说 我想法溜到台上去 散场使你跟观众一块出去 和你查票员瞎扯几句 至少让收拾场子的人了晚进来五六分钟 华丽雅会议地点点头 散场后华丽雅先随人流走出剧场 带人走得差不多时 他又急忙赶回来问女查票员 您没识到一个小钱包吗 女查票员不高兴地说 这么多人刚走过 叫我到哪给你找 华丽雅弯下腰在地上东摸西看 女查票员和刊门人 还有个别观众也帮她寻找起来 这时邱烈宁在影院里迅速扯下了 那面德国旗 把她折起来藏在怀里 急忙从旁门离开了影院 十月革命节的前一天下午 总部的全体人员在奥列格加集会 为了庆祝这伟大的节日 他们首先隆重接受尤尔金加入共青团 奥列格代表组织受给他临时团证 勉励他为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尤尔金用激动的发抖的手接过临时团证 大家纷纷向他握手祝贺 今天晚上 他就要和大家一样去执行 在全城插红旗的光荣任务 队员们按预定的计划 分组去执行这个重要的任务 奥列格叫大家完成任务后 到这儿来一起过节 这里只剩下几个人了 奥列格留下他们听莫斯科的消息 尼娜出去放哨 外婆放下黑窗帘 点起了油灯 奥列格和舅舅架好收音机的临时天线 一切都就绪了 大家静静地望着收音机 舅舅非常准确地调好波段 收音机里马上传出欢呼的声音 一阵经久不息的欢呼和掌声之后 响起了一个镇静而坚毅的声音 他们马上听出是敬爱的领袖 斯大林的声音 在这艰难的日子里能听到斯大林的讲话 多么令人兴奋啊 每个人全神贯注地听着 万尼亚忙着在练习包上做记录 领袖的讲话是那样有节奏 那样亲切 是他们觉得领袖就站在他们面前 当斯大林在注词里说到光荣属于我们的游击队 男女队员的时候 奥列格忍不住叫了起来 他用发亮的充满幸福的眼睛望着大家 大家都兴奋地跳了起来 再说 分头到街上执行挂红旗任务的队员们都行动起来了 刘巴和谢尔格负责在一个旧岗楼上挂红旗 岗楼很高 加上连日阴雨 墙壁潮湿 很难爬 深清四宴的刘巴在有力的谢尔格的协助下 终于爬到了楼上 他从怀中掏出红旗 迅速地把它附在旗杆上 红旗迎风招展 明天 明天清晨全城的人都会看见 刘巴的心激动地扑腾扑腾地跳起来 接着 他又在旗杆上捆了一个小条 一切就这样迅速地做完了 他先沿着谢尔格的脊背落到头上 但是他不敢跳到地下的烂泥里 只好赖起眼睛垂下腿坐下来 幸好谢尔格先到了地上 便张开双手接住了他 华丽雅和邱列宁去的是城中心最危险的地区 这里有敌人的办事处 不远处还有宪兵队 华丽雅和邱列宁选择了一所空房子 华丽雅在墙角放哨 邱列宁就爬上了楼后的梯子 在黑暗里 邱列宁和华丽雅飞快地走着 一会就来到办事处房前 邱列宁爬上了消防梯 华丽雅手在梯旁 他们很快就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在回来的路上 华丽雅发现对面有两个人也向这边走来 他们警惕地停下来 哪知对方也停了下来 对方先到了奥列格家门口 奥列格的母亲给他们开了门 他们却不肯进门 正疑心地观察 邱列宁和华丽雅究竟是什么人 这时邱列宁和华丽雅才发现 原来那是刘巴和谢尔格 一场虚惊使他们笑得都透不过气来 青年们完成任务后 陆续回到了奥列格的家里 屋子里挤满了人 大家欢天喜地 谈着执行任务的情况 外婆高兴得要姑娘和小伙子们 喝酒祝贺节日 奥列格第一个举起杯来 接着大家也纷纷走向桌前 一起举杯庆贺伟大的节日 谢尔格从桌上拿起吉他 弹出了大家都喜爱的曲子 接着他们就开始跳起舞来 外婆高兴得再也坐不住了 他叫谢尔格给他弹一首乌克兰曲子 接着就跳起舞来 青年人纷纷让开了 外婆很会跳舞 跳得出人意外的轻巧 好看 在这种场合 女演员刘巴怎能光看别人跳舞呢 外婆刚刚停下 她紧接着就跳起了俄罗斯舞来 每个人的眼神都随着她转动 都赞叹她那熟练的舞姿 舞会一直到天亮才散 天明了 沃洛家的姑母因为要照料家务 一向是天刚亮就起来 这天一早 她到院子里生炉子 一抬头 猛然见对面高楼顶上飘着一面红旗 她急急忙忙跑出门去 她要把这消息告诉邻居们 不料等她出门一看 满街都是人 所有重要的高楼顶上都飘着红旗 那所空房子屋顶上的红旗最大 一大群德国兵和几个警察来到屋旁的踢脚下 一个个望着红旗 谁也不肯上去 待了半天才有两个德国鬼子兵爬上梯子 但只是看着 不敢去拿下棋子 原来棋杆下面挂着一个小字条 上面写着 有地雷 于是 这群胆小鬼就只好让红旗继续在全城都看得见的高空庄严的飘扬着 克拉斯诺顿悬挂红旗庆祝十月革命的消息 传遍了顿巴斯的各个城市和乡村 敌人脑壁成怒 决心要破获共产党地下组织 一线兵队长 正在未找不到 破获地下共产党组织的任何线索 而大发雷霆 1942年11月里 每天都从前线传来红军打了胜仗的消息 遭受敌人血腥统治的苏联人民欢欣鼓舞帝互相传告着 红军快来了 波里纳照样每天给刘继科夫送奶 这天 他给刘继科夫带来一份重要消息 这是昨天晚上从收音机里记录下来的 说苏联红军已经到达顿河东岸 刘继科夫把那张写的密密麻麻的纸条看了几遍 激动的半天说不出 不出话来忽然他兴奋地说 希特勒完蛋了 波里纳高兴的眼里闪着泪花 刘继科夫叫波里纳告诉青年禁卫军队员们 把这个胜利消息马上印成传单散发出去 他随手掏出打火机把小纸条烧掉 为了迎接新的胜利 准备在红军打回来时配合主力消灭敌人 刘继科夫和巴勒科夫商定马上武装群众 他们决定让青年禁卫军帮助准备武器 他们认为在即将胜利的时刻工作更要谨慎 为蒙蔽敌人不妨假装卖力的为敌人干活 他们还打算建立第二个领导中心 以备万一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 他们还决定对青年禁卫军的工作做一次全面检查 一天 刘继科夫把奥列格叫来 再一次详细询问青年禁卫军组织的情况 刘继科夫认真的听着奥列格介绍情况 并常常站起来 在屋里夺来夺去 奥列格感觉到 刘继科夫对他们的工作不十分满意 心里不免有些紧张 刘继科夫对奥列格说 你们长大了 组织也扩大了 这很好 会给党很大帮助 可是你们相互联系时不够隐蔽 不应该在你和伊凡家里开会 这么多青年男女跑来跑去 很容易引起敌人怀疑的 他告诉奥列格 要尽量少开会 联系地点最好找一个 每人都能去的地方 才不会被人怀疑 他建议由奥列格他们作为发起人 把那些不问政治 一心只想玩的青年都组织起来 再去向委市长请求 在高尔基俱乐部的房子里 成立一个俱乐部 你们便可以有合法的活动场所了 奥列格认为这个办法很好 12月的一天 高尔基俱乐部举行了第一次歌舞晚会 德国军官和委市长等都到场观看 很多队员都出了节目 刘巴也做了出色的表演 趁俱乐部的歌舞会开得热闹的时候 奥列格和尼娜收听了苏联情报局的消息 苏联红军在顿河中游地区发动了强大攻势 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奥列格和尼娜马上抄写胜利消息的传单 一直忙到天亮 红军在前线的胜利消息不断传来 希特勒匪徒的末日到了 德国鬼子慌乱起来了 急着要往回逃跑 杠 一天 邱列宁和华丽雅到高尔基俱乐部去 碰见德国鬼子的一辆军用卡车停在路旁 他们走近一看 车上全是麻袋 没人看守 司机也不在 他们就爬上卡车 摸摸麻袋 里边装的好像都是新年礼物 他们想偷一些去卖 因为组织正需要钱 于是从车上扔下几袋 悄悄地葬到附近人家的院子里 一会 喝得醉醺醺的德国司机回来了 他发现少了一些麻袋 就把附近的居民大骂一顿 并报告了当地为警察局 丘烈宁他们连夜把麻袋搬到俱乐部的地窖里去了 第二天警察搜查居民的家里 什么也没有搜到 万尼亚 莫斯科夫和叶夫盖尼来处理这些东西 为了避免暴露 莫斯科夫在大街上找了几个孩子 叫他们把香烟拿到市场上去卖 谁也没有料到在这件事情上竟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警察发现一个孩子卖的香烟 正是他们丢失的物资 就把卖烟的孩子抓走了 审问的时候 孩子一口咬定香烟是拿粮食跟别人换来的 于是孩子挨了一顿鞭子 被关到牢房里 当天晚上 德国宪兵队长又亲自提审被捕的孩子 孩子还是重复以前的口供 队长受性大发 把孩子拖出审讯室 第二天一早 万尼亚 莫斯科夫 叶夫盖尼分别被捕了 第一个知道这消息的是邱列宁 他马上跑去通知奥列格 这突然的消息使奥列格非常吃惊 他马上冷静下来 叫邱列宁立即去通知伊凡 乌利亚以及与总部有联系的所有队员 叫他们把所有重要的东西都藏起来 无法藏的就毁掉 邱列宁走后 奥列格赶紧来找波里纳审神 他正在家里削土豆 一听到这个消息 惊呆了 波里纳审神 仔细地问了被捕的三个人的情况 他和奥列格都认为 万尼亚和莫斯科夫是可靠的 值得担忧的是叶夫盖尼 早上波里纳已经给刘继科夫同志送过牛奶 白天再到他那去很不好 但是这件事实在不能耽搁 他叫奥列格在这里等他 说着系上投金就出门去了 刘继科夫听了波里纳的汇报 虽然感到震惊 但也不是意想不到的事 他震惊地说 叫总部委员中和被捕人有过接触的 马上离开城市 到顿河对岸的北方地区去 那里可以越过战线 留下可靠的孩子继续坚持工作 刘继科夫最后让波里纳婶婶 转告奥列格和伊凡与红军联系的一个地址 又一再嘱咐他别人绝对不准使用这地址 奥列格等了很久 波里纳婶婶才回来 他仔细地听取了刘继科夫对他们的指示 这时不少队员听到有人被捕的消息 都自动跑到奥列格家来 等待听取党的指示 他们不仅担心被捕同志的命运 而且关心整个组织的安全 大家等了很久 奥列格才回来 奥列格和伊凡商量了一下 就向队员们传达区党委对他们的指示 奥列格沉重地说 不管我们多么痛苦 多么困难 也应该放弃留在这里等红军和帮助被捕同志的想法 有人想不通 我们怎能连营救同志的办法都不想 就自己走了呢 奥列格说 这是上级决定 不走不紧救不了他们 还会断送自己和整个组织 大家都沉默起来 谁也不愿离开组织 在敌人统治下 大家并肩进行了五个月的斗争 每个人都有很大进步 难道一切就此中断了吗 姑娘们难过的低声哭泣了 乌利亚镇静的提议 我们必服一村队员与俱乐部联系很少 估计和这次出事牵涉不大 我可以和托里亚他们留下坚持工作 经过一番讨论 总部同意了他的意见 奥列格和邱列宁担心被捕的叶夫盖尼可能挺不住 但他们又认为刚一出事就不信任他是不对的 毕竟他已经在受苦 而我们还是自由的 一切都安排妥了 大家开始告别 有的准备分散到村子里 住在亲戚家等红军回来 有的准备越过战线 找自己的队伍 有的留下来在这里坚持斗争 奥列格在和总部委员们开会的时候 外婆 母亲和舅舅已经知道有人被捕的是 他们把家里保存的武器 做红旗的布 传单等藏起来或销毁掉 舅舅把收音机放到厨房底下的地窖里 用土买好 然后在上面放了一缸酸白菜 奥列格就要走了 全家人的心情都十分沉重 只有舅舅家三岁的小表弟无忧无虑 还在说些顽皮的话 奥列格准备和尼娜 丘列宁 华丽雅 奥丽雅五个人一起越过战线 去找红军参加战斗 现在全家人都为他忙了起来 舅舅在帮他清理书包 母亲把他的团政奉到衣服里 外婆在给他准备吃的合用品 他们马上要出发了 外婆心情沉重的给这个扣上牛子 给那个整理一下背包 外婆颤抖的手臂轮流拥抱每个孩子 最后他紧紧抱住奥列格 久久和不得分开 奥列格拉着母亲的手到另一个房间里 母亲紧紧地拥抱着儿子 忍着内心的痛苦鼓励儿子 母亲奔到院子里 寒气扑在他的脸上 在奥列格离开家门时 他反而背过身去 只听得他们脚踏在雪地上 发出的沙沙声 孩子们已经走远了 母亲和外婆还久久地 助力在门外 第二天天刚破晓 敌人便冲进门来 搜捕奥列格 敌人没有搜到奥列格 就把他的母亲 外婆 舅妈以及舅妈那三岁的小孩 都一起抓走了 在这同一天 许多禁卫军队员的家属都被捕了 他们被关在一间牢房里 再说万尼亚 莫斯科夫 叶夫盖尼三人是分头被捕的 谁也不知道被捕的原因 万尼亚被带到宪兵队 看到卖香烟的孩子 他立刻明白了 敌人把万尼亚和那孩子拉在一起对证 万尼亚想 不管编什么理由来解释偷东西的事 敌人仍然会追问她的同谋 因此她打定主意 绝不承认 敌人指着麻袋盘问万尼亚说 你也该可怜可怜这孩子 他在为你受罪呢 万尼亚说 我不知道这些东西与我有什么关系 这孩子我也是第一次看见 敌人受性大发 揪住她恶狠狠地逼她招供 万尼亚的身子被摇歪着 但意志丝毫没有动摇 接着 敌人用钢丝鞭抽打万尼亚 万尼亚浑身躺着血 可是 她咬着牙 一句话不说 也不呻吟 莫斯科夫也同样遭到敌人的鞭打 莫斯科夫也和万尼亚一样 坚决否认偷东西的事 可是 叶夫盖尼的表现是另一个样子 他从一被捕时起就吓慌了 他一见卖烟的孩子 就想 完了 罪证被拿住了 于是 他立刻承认是他们三人干的 并保证以后不干了 他幻想敌人会饶了他 但是 狡猾的敌人一看就知道 叶夫盖尼是一个软骨头 他们不会饶他 相反马上开始拷打他 要他招出其他有关系的人 叶夫盖尼这个软骨头 经不起敌人的拷打 说出了邱烈宁的名字 其他人他说黑暗中看不清楚 敌人继续对叶夫盖尼进行拷打 他又供出了青年禁卫军总部委员 联络员和他认识的一些队员 敌人马上按他供出的名单进行大逮捕 沃洛家没有按总部的指示撤退 他认为他没有到奥列阁家开过会 危险不大 此时 他正在计划着怎样救出被捕的同志 刘继科夫见沃洛家照常来上工 还没撤退 非常焦虑 他找个借口 把沃洛家叫到他的办公室 命令他立即离开城市 但是 已经晚了 沃洛家刚回到车间 还没来得及考虑什么时候走 就在车床前被捕了 敌人不单希望叶夫盖尼 供出青年禁卫军的全体队员 还要他供出领导这些青年们的成年人 他又供出了波里纳 说曾见他经常到奥列阁家去 面对敌人的疯狂逮捕 刘继科夫愤怒万分 他急忙用青年禁卫军的名义 写了一份传单 已表示青年禁卫军还在活动 他们施压不垮的 一清早 波里纳来送奶 刘继科夫把传单交给他 要他赶快想办法贴出去 波里纳立即把传单转给了 被救出的红军伤员 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完成任务 就在这天晚上上 他被捕了 我听说他没想到这天晚上 那边没想到这边 他被救出的红军 我来说一只能够 是个人的招呼 就是这样的 我帮你 感谢观看